我们越来越老了 但得到聪明的时间却太晚了 这是生命的悲剧 在十几岁时就放弃学习 这些人是年老了 但有些老年人仍有年轻的心 时常渴望学习 我们都知道 最好的学习年龄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记忆、力量、能量都在顶峰的状态 这就像海绵可以吸收大量的水 学习是把我们的知识财宝 藏在我们大脑的宝库里 它可以跟随我们到处去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么多的痛苦 大多数的难处是由于我们不知道 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所造成的 有些人认为学习只是学生的工作 一旦他们有社会工作和家庭 然后他们认为是应该放松和享受的时候了 在这个现代便利时代 每天都有新的新闻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想法 新的挑战 为了避免让我们成为过时的老古董 我们必须每天学习这些新的东西 学习不只是为了娱乐自己 它提高了生活品质 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获得了和平和快乐的心思 如果我们不继续学习 我们的灵魂就永远不会苏醒起来 学习是获得生活经验 其他的一切只是信息 娱乐是为有太多时间要消磨的人而准备 但教育是为珍惜每一时刻的人而准备 学习是为我们的心 尝试协调我们的眼睛 双手和大脑在一起 发展身体运动技能和情绪上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们必须了解年轻人的情况 在财务上他们是手紧 尝试变得聪明的老人 希望我们不需要依靠我们的成年孩子来抚养我们 看看我们的社会结构变化 我们用于学习的工具是与年轻人截然不同的 尝试与年轻一代沟通 你了解他们所居住的世界 我们可以从这些年轻人的头脑中学习一些新技术 新发明和新想法 我们永远不会太老了 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更新自己 今天就有全新的开始 老年人仍然可以获得大学学位 在教会内教主日学 开始新的冒险或写新的书籍 让世界的人知道 老年人仍然有一些能量留在他们的老化身体里面 如果我们愿意学习 没有人能阻止我们 总是有很多机会在等待我们去学习 我们将更聪明和更成熟 只要我们能够从我们的错误和失败中学习经验 活一天 学一天 在不可能和可能之间的不同在于一个人的决心 我们可以从别人身上找到驱动力 但决心完全是我们的责任 当我们需要学习新的东西 我们需要伪身和能力 我们身体虚弱 我们的记忆正在褪色 但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心思力量强大 那么我们仍然可以实现那不可能的事 如果我们注意我们的周围 总是有我们可以记住的信息和可以学习的教训 只要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不断学习让我们变为更好 生活总是有新的东西出现 我们可从中学习 我们还需要应用在生活中所学到的东西 有两句智慧的话语 今天好好生活就好像我们明天会死亡一样 今天好好学习就好像我们永远会活着一样 有关老化的新定义 无论他们是18岁还是80岁 如果有人停止学习就是老 任何人都保持学习就是年轻 老年人更愿意学习智慧 努力成为明智的老人 可以鼓励年轻一代 不会成为他们孩子的负担 无论我们年纪有多大 保持我们的心态年轻 每天更新我们的心思 尽我们所能 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 我们没有遗憾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遗产留给下一代 激励他们去学习 我们的心态年轻